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为什么病越来越多 病人越来越多 很多人 要钱有钱 要背景有背景 完全可以吃世界上最贵的药 请世界上最好的医生 住世界上最贵的病房 但是为什么依然治不好自己的病呢 有时想想我们真的很可悲 我们熬着最深的夜 扛着最大的压力 面对着最复杂的环境 但不知道哪一天 大病的厄运就降临了 而且让我们束手无策 我们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我们可以抵达太空和月球 却在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时 手无寸铁 只能坐以待毙 现代文明难道是一种变相的枷锁 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其实 现在的病已经不再单纯 只是我们的身体运转出了问题 而是心理状态 社会运转等其他方面 共同导致的结果 已经是深层次的问题 先看一个例子 一个人为什么会得胃溃疡 是因为胃那个地方没有新鲜血液 因为新鲜血液是最好的修复工具 含有抗体 吞噬细胞 营养等 那么 为什么胃里没有新鲜血液的流入呢 皇帝内经里说 怒气伤肝 一个人要是经常发怒抱怨 肝内就会慢慢地积累浊气 我们都知道 肝胆相连 肝脏的浊气传给胆 进一步再传给到了胃里 于是 胃里的浊气越来越多 就会把正常的血流堵住了 导致新鲜血液无法快速顺利地流动 因此就会感染细菌病毒 因此 很多生病往往就是心病 先看西方的科学成果 美国有一本畅销书叫《病由新生》 这本书的作者是个内科医生 他根据自己几十年的行医经验 总结出一个规律 说人将近80%的病 是由心理因素造成的 只有20%左右的病 是因为细菌感染等 外类因素所导致 还有人做过一个实验 把猴子吊起来 并不时给予电刺激 使猴子一直处于 焦虑不安的情绪中 不久猴子便得了胃溃疡 采用纤维胃镜 X光 脑电图 及生化 对胃病的病理机制进行研究 发现胃病的发生 与大脑皮层的过度兴奋或抑制 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密切相关 再看我们东方的智慧 正如皇帝内经所言 怒伤肝 喜伤心 思伤脾 忧伤肺 恐伤肾 一切都是内心出了问题 我们每一个心情 每一个念头 都会直接影响着我们的身体状态 日积月累 再通过外在的器官表现出来 最终形成病症 因此 修心和治病应该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一个人 如果不懂得修心 即便服用灵丹穷江 也无法延年益寿 秦始皇权力够大了吧 他发动了全国的力量 也找不到灵丹妙药 其实 真正的灵丹妙药 就在他心里 但是他看不到 因为他被高高在上的权力 蒙蔽了双眼 同样的道理 现代人都被浮躁的环境 蒙蔽了双眼 我们总是在外求 就是不肯内求 心神不安 情性造极 欲望缠身 肠恨绵绵绵 才是我们生病的最根源 心病还需用心药 心的第一大忌讳是个乱 心乱了一切都会失常 心平则气和 气和则雪顺 雪顺则精气足 精气足则神旺 人活着就讲究一个精气神 这是人的抵抗力和免疫力非常顽强 这不叫唯心主义 这叫士气 就好比两军打仗的时候 士气旺盛的一定赢 其实 无论是打仗 还是做销售 还是创业等等 人都必须有一种昂扬的状态 才能战胜困难 故治病当以设心为主 有的人内心太脆弱 比如忽然之 自己得了重病或癌症 瞬间内心就坍塌了 这就麻烦了 人在生病的时候 一定不要有怨恨心 抱怨上天不公 抱怨命运坎坷 只要内心能安定 坦然处之 接下来都是小问题 为什么那些 参透大道的人 身体更健康 因为他们精通 世界万物的运转逻辑 明白苦难是人生的一部分 明白 祈福才是人生的常态 所以当他们面对挫折的时候 并不会抱怨 而是坦然面对 万事万物都有规律 任何事物都要经过 生、长、收、藏 四个过程 春重、夏长、秋收、冬藏 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点 在乾隆勿用的阶段 就应该埋头苦干 该你养精蓄锐时 也别着急出人头地 如果经历突发的苦难 说明前面有一个更大的收获 人要是到了这种意识 到了这种境界 很难做到内心不淡定 心的第二大忌讳是贪 做人千万不要贪图 那些自己还配不上的东西 一个贪字就让人心神错乱 让人鬼迷心窍 行为乱了套 引起身外的霍乱还是小事 让自己身体的运转也乱了套 这才是大事 人只要贪 必然会透支自己身体 去索求更多东西 贪得无厌的背后 就是透支五度 短时间身体的毛病不会显现 但是只要显现的时候 往往就是击重难返 为什么在中医里没有癌症 因为上宫治胃病 下宫治乙病 真正的中医其实是在传道 他们教会我们平衡自己的身体 从而不会发生极端的恶果 而癌症就是因为 平时从不调整自己的身心状态 结果导致累积出了极端的恶果 而现在的环境 把所有传统秩序都打乱了 甚至把人引入了魔道 所谓魔道就是造假 投机 互相坑骗 这些把人们引入无限的贪欲世界 人间疑难杂症肯定会越来越多 新的第三大机会是恨 先有解不开的恨 才有治不好的病 如果一个人总把一切问题归罪于外界 说明他们从不反省自己的问题 看不到内心的不足 恨别人 恨环境 恨上天不公 恨生不逢时 这种人一定会表现出愤世嫉俗的样子 他们的内心是失衡的 表现出来的言语和行为一定也是失衡的 这种人往往会抑制消沉 郁郁寡欢 抑郁敏感 长期发展下去 身体情况可想而知 心宽一寸 病退一丈 宽恕才是最好的药方 放下吧 只要放下 病者顿欲 迷语者顿觉 内心没有郁节的人 才能活得通透 通透是一个人身体和心理的最健康状态 未来社会 一个人要想长寿健康 必须要修心 修心比努力和拼搏更重要 练就一颗如如不动之心 面对各种外界变化 要把无常当有常 让红尘练心 练出一个强大的内心 才是未来一个人最关键的能力 修心的秘诀就是一个字 静 静就是要不断提高自己与自然的共融能力 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比如佛家的禅修 是让自己的大脑和全部身心细胞处于高度安静的状态 这个时候你的大脑就像超导体一样 到家的 智虚极 守静度 万物并坐 就是教我们用极度安静的体验事物循环往复的规律 从而得到 真正的境 无论顺风顺水 还是波涛汹涌 心情都是一样的淡定 没有牢骚 没有抱怨 没有妄想 没有执念 身体就很少出现问题 他们敞开心扉 宽恕了别人 把愤怒 焦虑 恐惧都放出去 气血自然 通常无碍 人生最毒乃念 嗔痴三毒 这三毒才是身体的大敌 学会修心 百毒不清 修心和成就 金钱 科技水平都无关 只取决于一个人的觉悟 修心的好处 不只是身体健康 更是为了打开我们先天的智慧和能力 养生的最高境界是养心 养心的最高境界是内心慈悲 慈悲的人有一种兼容 他们能融化万物和谐与共 慈悲的人有一种自律 有所为有所不为 才有了真正的自由 慈悲的人有一种自信 自信不是给别人看的 自信更不需要被证明 其实无论穷或者富 人越成熟就越容易发现一个道理 人生最难得的是能够心安理得的生活 穷富不是根本 更不可能是永恒 富人不造福而享福 只是消福 消尽则穷 穷人能勤俭 即是造福 果赎即富 生活就是一场修行 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英雄 人 智 勇 三者 缺一不可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